鵝鵝天使在露天蝦皮熱賣中 趕快去買喔 嗨 我是鵝鵝 歡迎回到鵝鵝的頻道 然後這邊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你們多久沒有換煞車友啦 煞車友很重要喔 是不是很多人都會忽略它呢 那大家都知道我最近欠了一台 很香的CB1050阿嬤 對啊 然後它是一台很新的車子 但是呢 它雖然很新 可是它是2018年出廠的車子 然後我們的前車主妹子呢 只騎了一千多公里 想當然了 它一定沒有換過煞車友 我自己的話 我是覺得煞車友大概是 一年到兩年左右要換 那手冊上面呢 是建議大家最好是 兩年內一定要換一次 就是不管你騎了多少 反正兩年就是換一次就對了 因為油畢竟本身也會衰退嘛 所以呢 我們今天就要來換煞車友啦 那就順便拍一個影片跟大家說 就是介紹一下 怎麼樣懶人在家裡自己DIY換煞車友 那其實它很簡單 要準備的工具也不多 所以 向兒這種超級大懶人 也是可以自己來換煞車友的啦 然後自己做了很多功課 然後又到處去問那個會換的朋友 就是確定一下我沒有做錯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來教大家怎麼換煞車友啦 懶人DIY 懶人不是應該車寒換嗎 我會自己換 我不是懶人 對 我真的有點違反 我通常都喜歡花錢保養 但是我覺得這種小東西還是自己學一下比較好啦 像上次就是有用小阿魯教大家怎麼換肌肉嘛 換肌肉這件事真的是太簡單了 所以真的不得不說自己可以動手的話 自己動手也是不錯的啦 所以好 我們要準備的工具就是 第一個我手上的這支BAMI的板手 就是要轉開卸油螺絲的BAMI板手 然後呢就是上面那個煞車油蓋的十字 一定要的十字 其實工具就這樣子啦 因為煞車油會露出來嘛 所以我們就是準備一條管子 然後讓它導引到準備的空筒裡面 所以就是空筒跟管子 那管子的話其實無精不可能就可以買得到了 這個紙巾呢是額外準備 因為我怕就是會露出一些廢油出來 如果沒有接好或是發生什麼意外的話 就準備在這裡啦 那這個紙巾真的很好用 在應該是在汽車材料好就可以買到 很棒的紙巾 好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我們的煞車油啦 一公升的煞車油 那它是DOT4的 建議大家可以換DOT4的油啦 不過上面那個煞車油杯 上面其實也會有寫說建議的那個煞車油 就上面這邊的話上面是寫說DOT3跟DOT4 那DOT4當然會比DOT3再好一點點 而且它價錢其實沒有差很多 所以我就選了DOT4這樣 那它們的DOT345其實就只是差在它們的費點 那詳細情形請看這個資訊卡 我們就是選擇DOT4的啦 那為什麼買這麼多呢 因為我們就是 對有很多台車嘛都有看到 其實不太會用到DOT5.1 因為那都是賽車轉用 那它的衰退是非常快的 就是不太建議用到那種 所以用DOT4就可以啦 以上呢就是需要準備的東西 好的 換煞車油第一步 轉開油杯蓋 把它轉開 把它打開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蓋子 嗚 好油喔 嗚 其實油還蠻乾淨的耶 可是因為雖然它看起來很乾淨 可是你不知道它有沒有就是吸水什麼的 因為它已經兩年了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換一下 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來卸油囉 那我們就先用板手把卸油螺絲先轉開 那因為這邊是卸油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怕不保險的話 就還是塞一個紙巾在這邊以防萬一 那我現在就把它轉開 逆四周 哎呀 好緊喔 好喔 那就跟大家說一下換煞車油的重點呢 就是不能讓空氣跑進你的煞車系統 所以剛剛我在轉開卸油螺絲之後呢 它的油就是因為大氣壓力 然後就... 整個就是衝得有點快 所以我就稍微把螺絲再轉緊一點 然後上來就是觀察油杯的狀況 所以你們在換油的時候 要時刻的注意你的油杯 看看它的油有沒有見底 如果說它快要見底的話 你就必須馬上補油進去 因為如果它的油見底的話 空氣就會跑進去 那你的煞車系統可能就會有出問題這樣 那我們整個過程呢 就是把油杯裡面的舊油全部卸掉 然後換新的油進去 等到全部煞車系統裡面的舊油全部都換掉之後 我們就把卸油螺絲鎖緊 然後杯蓋蓋起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來操作吧 那我們現在就是一樣把卸油螺絲再鬆開 然後看一下它卸的情況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卸油螺絲鬆開 然後它的油已經開始慢慢漏了 可是因為它漏的沒有很快 就是一開始比較快一點 現在就已經慢下來 那我們現在就是用手動的卸油方法 讓它卸的更快一點 就是在卸的時候 你要記得要隨時注意油的狀況 如果它太低的話 要趕快補新的油進去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手動卸油 我們就直接壓這個煞車的部分 然後讓它卸下去 用壓力讓它 你看油的聲音 它整個就是已經開始卸了 然後它的水平線也開始下降 所以你要很注意它會不會降到太低 如果太低的話就要馬上補油這樣子 現在你看它已經降到一半 幾乎一半以下了 補油進去 然後我們再繼續 重複同樣的動作 它就這樣慢慢的壓 它就會被擠壓下去 現在我們又要再補油了 所以我覺得補完這次油應該就差不多 哇 一出來了 準備紙巾的好處就在這裡 那我就再用個幾次 然後等一下再補一次就差不多這樣 好就這樣 那我現在就是把卸油螺絲給鑽緊 它就不會繼續漏 然後我們再把那個上面的油杯裡面的油 補到它的 因為它下面是有一條下限的 那你的油的水平線一定要超過它的下限 然後就是不要高於它的上限這樣子 就是在它的上限跟下限之間 那我們就補進去 就我補了一點 然後它沒有到它的上限 但是又在它的下限以上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油杯蓋起來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那整個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把你的舊油給卸掉 然後用新油的去替換這樣 一直卸到你覺得 全部剎車系統裡面的油都是新的之後 這個過程就結束啦 那我們就換好了 好 那我們整個剎車油都換完之後呢 最後一步就是把這個管子給拆下來 然後把肺油清理乾淨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來處理這個肺油管喔 那因為它裡面還有肺油 所以要把它收去小心點 讓它的油流下去 放進去 好 那因為剛剛就是有一些多餘的油滲出來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用 很好用的剎車清潔劑 把這個滲出來的油給處理掉 不小心滲出來的油都處理乾淨之後 我們整個過程就結束啦 就是這麼簡單 那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首先呢 就是把我們的油杯蓋打開 打開油杯蓋之後呢 就是來打開我們的卸油螺絲 把卸油螺絲打開 然後透過擠壓剎車的這個動作呢 把舊的油從油杯跟這個管子裡面的油 通通都把它卸出來 然後用新的油取代這樣子 就一邊在卸舊的油 然後你一邊就是要補新的油進去 這個過程循環幾回合之後呢 但你覺得整個剎車系統的舊油 都已經卸乾淨之後呢 你就檢查一下油杯裡面的油 有沒有在就是正確的位置 有沒有高於下限 低於上限這樣子 那一切都沒問題之後 你就是把油杯蓋給蓋起來 然後把卸油螺絲鎖上 然後把廢油清理乾淨 整個過程就完成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更換煞車油的方法 那其實還蠻簡單的 不是很複雜 就像兒中的新手 也可以很輕易的更換煞車油 方法提供給大家參考 記得有前煞車油後煞車油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兒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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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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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